不過在這麽低迷的情況 香港雖然前景不好 但是在台灣 我沒有去過 但是我很多朋友去過 2023年1月1日和1月2日 明哥的演唱會 我也很開心 不去不代表不支持 不去代表有其他事情要做 但是肯定就是王耀明先生的演唱會 他是值得很多人的支持 甚至沒有在Facebook、Instagram洗版 他在台灣開過場 和過千名在台港人 即大概千多人 他的地方就是在台北市的華山 不是一個山來的 是華山藝民中心 叫做一個山上來的 是市區中心來的 一個legacy的地方 去做一個演唱會 場地不是很大 那個地方也不是一個標準的演唱會場合 音響也不是一等一 但是做一個精神的spirit 入場的人 我聽說一語又來講 大概有三分一度 是台灣人 另外三分二度是香港人 去過的人基本上聽過 黃耀明在台灣唱歌 當然要唱一些台灣歌 也有台語歌 也有台語歌 也有國語歌 一般的國語歌 他已經出過好幾張唱片 是國語片 就是華語的唱片 當然也有唱很多廣東歌 通常呢 他一唱到一些旋律 如果廣東歌旋律 人家很興奮 但是一開口唱國語的話 那些人未必有感覺 就是回來 但是一唱廣東歌的話 哇 香港人精神全部帶起生日 所以很多在台港人 和台灣人一起進到這個地方 共到2023年的元旦 這個元旦 它是總之加開了一場 即是1月2號 就是加一場的 有VIP票 很難撲票 VIP票 和後面的票 接著呢 1月1號 已經很早買斷了 1月2號 那個開賣之後 都有票 但是基本上爆了 再加上1月2號 就是兩場的 邊走邊唱演唱會 第二天 基本上有線上的直播 另外1月7號 接下來這個星期六 在高雄 都會有一場 我記得VIP票已經賣完了 但是其他的票 還可以賣 那希望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 繼續去聽 我會覺得很難得 杜汶澤說 2023年 最受歡迎 這個演唱會 當然是黃耀明 最受歡迎的這個演唱會 那就是呢 20231月1號的 元旦的邊走邊唱 黃耀明 台北的演唱會 他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這種喜悅 大家都想分享 很多人都會去這個地方 認識很多朋友 林直 潘元良 梁柏堅 甚至陳淑莊 等等人都會去這個地方 欣賞這個演唱會 不能盡錄 講漏了 不要見怪 無論怎樣都好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去看這場演唱會 大家 不是打卡那麼簡單 希望支持到這個歌星 我都通過這個節目 我都表示到對他的讚賞 還有很多人的一些 feedback 都相當好的 他有歌迷感嘆 就好像回到香港一樣 黃耀明在演唱會的時候 鬚到樂淚 我記得他唱到下一站 天后的時候 是哭得很厲害 下一站 不是天后 天國 下一站天國的時候 就是哭得很厲害 十幾年前的歌 那時候都沒有遇到這樣的事情 但是既然有跨時空的 一種語言的逼真感的時候 是相當令人感動 他說現在說很危險 唱歌可能也有危險 是啊 現在說話也有危險 唱歌也有危險 他說自己很幸運 能夠離開香港 去到台灣唱歌 但身邊的夥伴 例如何韻詩就不能夠 所以他結束的階段 第二首歌 就是為歌迷送上何韻詩唱的 是有種人 就是何韻詩的歌 就由黃耀明去唱出來 當然了 入鄉隨俗 邊奏邊奏演唱會 他看到全場爆滿 氣氛高漲 一出場 就是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先惹快樂 接著他帶來多首經典的快歌 包括 做一場吸世界看的戲 萬福馬利亞和春光炸士等等 都是他早期的歌 另外炒熱現場起婚之後 另外過千名的歌迷也聽得如痴如醉 有歌迷高呼 明高愛你加油 台灣愛你新年快樂等等的東西 很多名人也出席 包括藝人杜汶澤、田雲尼 著名的田字人 並且為王耀明作詞的很多朋友 例如林夕、潘願良和梁柏堅 這三位很出色的音樂人 我熟悉的政治人物 當然是前立法會的議員陳淑莊 餐藝很好 也多謝他煮很漂亮的紅豆沙 我希望他一切餐飲事業 能夠順氣發展 這是我衷心的願望 還有很多謝KM 很多謝陳建文教授 也有一首歌 令他哭 王耀明全場以普通話 即是普通話 即是華語 即是國語 做主要的演員 語言 他解釋要入鄉隨俗 更加以台語牽唱 望你早歸 望你早歸 即是希望他獲得全場樂迷的歡呼 演唱會 演唱會也有不少感觸的部分 當王耀明唱到下一站 天國的時候 已經按著流下眼淚 一度唱不下去 也有現場歌 一起樂淚 楊千華 千禪 很喜歡唱唱歌 怕走音 高音的時候 扮哭 但這些王耀明 絕對不是這樣做 誰真誰假 你看整場你都知道 唱完這首歌之後 王耀明說他擔心 擔心歌單會不會太沉重 但是沉重 但他最後也認為要繼續唱下去 並且說 我覺得悲傷和快樂 要一起分享 無論是苦與甜 都要將他真 真是想唱的東西 唱出來 他笑著說 現在說話很危險 唱歌可能也有危險 他回憶起當時一位 韓國議員聯絡他 表示希望有一首韓國民主歌曲 很重要的歌曲就是他 《當那天到來》 送給香港人 並希望和王耀明改編之後 能夠和他合唱 最終 這個韓國的議員 碰到壓力 不能一起合唱 不過這首《當那天到來》 這首歌也順利改編成 屬於香港人的廣東話歌曲 就是《自由之下》 另外呢 黃耀明也唱出 同樣演唱會 演唱會現場的潘遠良 最近所填的 即去年所填的詞 就是 今天 世上所有地方 一塊前年填的詞 二零 我沒有記得二零二零 我希望不會失禮 潘盛 今天世上所有地方 就是 繼續看 繼續走 總會找到方向 沒錯 繼續看 繼續走 總會找到方向 並且希望送給所有 不論在世界上 什麼地方的香港人 希望都有一天 相見 再見 黃耀明謹接作為歌迷 送上由何韓詩唱的 《事有總日》 感慨 不是所有人都能夠離開香港 他強調 不要睡在夢裡 暫著做夢更起勁 就是有些模仿黃明志說的 就是 我們站著在這裡 吃香喝辣 不需要跪在強權面前 去做他們的奴才 所以 不要睡在夢裡 暫著做夢更起勁 黃耀明說 Anthony說 他很幸運來到這裡去唱歌 他有一些夥伴不能離開香港 所以他覺得他們不能夠來 就讓我 即是黃耀明 去代他們唱他們的歌 另外 看到《立場新聞》 多名成員 在前年 2020年 2021年的12月 2021年的12月底 應該是 今天世界上所有地方 2021年的歌 《立場新聞》這個成員 在2021年的12月底 被警方國安處拘捕 很多人都被拘捕 被控涉嫌存謀發佈煽動罕罷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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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歌迷直言 無想到到台後來到台灣之後 還能看到香港演唱會有回家的感覺 已經喜歡黃耀明近20年的Fly 就對自由雅正的電話 聽到黃耀明唱他最愛的歌《一個人在途上》 身在異地聽《訓外有感》 好像說我們經歷了很多事之後 靜下來之後在異地反思 他就說這個演唱會令他感到訓外親切 他說明哥提到 希望有一天能夠再見離散了的大家 我想這段時間裡面很多人的感受 當然我也希望 在1月1日是一個很好的場域 令到很多離散的港人 是一個台灣聚會的機會 當然希望有一天不再在特定的場合 才出現這個情況 而是可以毫無顧忌地再見到大家 在台港人Leslie也說 感謝黃耀明能夠令香港人在台聚首一堂 他形容黃耀明很有風骨 14年佔中他經常看到黃耀明 也都不介意為民主派議員去站台 為民主自由發聲 對演藝界人士來說 要走到這麼前是極度不容易的 所以他很佩服黃耀明 他說 他覺得他能夠走到這麼前 好像在川徑 最重要的是他的音樂 有社會性唱得很好聽 演唱會 演唱會的場地外 也都有反售 黃耀明 達明一派多張專輯 有黑膠唱片 很多粉絲熱情購買這些珍寶 會後 也有很多 和黃耀明相擁而笑 演唱會定名為邊奏邊唱 是鼓勵大家即使漂泊流離 世事多變 也都要開心唱 笑著歌 還有兩場演唱會 就剛剛說過1月2日去台北 不是兩場 已經過了兩場 還有一場 就是1月7日的高雄 黃耀明在2021年8月 在香港被香港廉政公署一度拘捕 被指在2018年的 香港立法會香港島的 港島區的補選裏面 為參選人歐樂軒 助選時唱歌 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最終獲准以2,000港元 自簽擔保守行為18個月 撤回控罪 最後沒有被判有罪 但是要簽守行為 早已經過去了 現在問題就是 過去了這麼久的地方來台灣 會不會有其他搞作呢? 我相信很多消息都說 他很快會去英國唱歌 很多英國的朋友們 希望你們能夠有義福 有機會可以聚首一堂 歌手 其實就是希望將他的歌聲 他的音樂 他的靈魂 他的風格 他所愛的一些信息 一些藝術 能夠整理好力 帶給大家 王耀明 我覺得是當之無愧 一個相當好的歌聲 即使今年的戚策樂壇 也都有林家謙 Mira Anson 都要得到很多好的獎 還有很多 姜濤 不能盡錄 講了這麼多 很多的獎 但在我心目中 即我都不是老餅 我都會聽他們的歌 但問題就是 王耀明他付出的勇氣 和他的一種精神 是OK的 當然很多人說 他是一個左膠 他有些東西太膠了 他不是思想膠 我們不可以要求他做到這個位 但我覺得他有那個 在藝術方面的才華 天分 努力 和這個堅毅 無論你政治立才 怎樣都好 都一定肯定 對不對 這個是肯定他的東西 即是 楊千華 無論你男與王 他這樣的本 又虛假 又虛偽 而且他唱又唱走音 不是唱 唱的音薄 不好聽 那你說楊千華好聽些 王耀明好些 當然王耀明 不用想 即是這個跟男王無關係 That's why 人家在香港賣票 都賣不完些票 王耀明兩場爆滿了 人數 當然沒有你千禪 不多 對不對 這裡是香港 這裡是台灣 但是起碼 在台港人 很多人來撐牆 這一點是看得到 我們的一種精神 始終都會一致 那麼 看回很多的一些 show 我想是 總共獻唱 我看余一的報導 是二十六首國粵語歌曲 翻唱了很多首人家的歌 陳生黎 何韻詩 盧凱彭琳 的作品 就是相當難得 那麼 好友 這個陳生黎 是親自出馬 組織幕後班底 王耀明特別翻唱 陳生黎的新歌《確幸》 改編成 空靈神秘的電子版本 那麼 他都說 今次開租心情複雜 因為很多人看不見 包括好友何韻詩 由明哥宣布來台灣開show 何韻詩不斷在社交平台 幫忙宣傳歷策 明哥特別翻唱何韻詩的 《事有種人》 希望大家留意歌詞 就是必睡在夢裡 站著做夢更起勁 雲點名介紹 填詞的林夕和作曲的李十一 昨晚兩人都有捧場 明哥還唱了彭琳的國語歌 《給我一段人愛怒》 以及苦練台語 唱經典老歌 即是《望你造歸》 即是《望你造歸》 而過往明哥演藝的《美麗的心頭》的時候 通常都是由盧凱和Ellen 即是他已經過世了 擔任結他一首伴奏 那麼他1月1日 他特別選了這首 懷念固有的歌 之後又唱了盧凱和作曲的 《親愛的瑪嘉莉》 氣氛別的感性 明哥也難掩傷感的情緒 唱到林夕填詞的下一站《天國》的時候 明哥耿煙落淚 訴到中斷演唱 他表示演唱會有不少較悲傷的歌 沒想到這麼早就哭起來 安哥之前最後一首歌就是《自由之下》 剛剛講過韓聲台語翻唱 也都會參與演唱 可惜受公私壓力 不能夠參與 明哥現在這個演唱的版本 是結合巴哈名曲 《I'm calling you Lord Jesus Christ》的 明哥指出8月來台灣 Long Stay的時候病了 不能夠外出期間 經常聽這首古典名曲 給了他很大的安慰和支持 所以特別將這兩首歌結合 呈現出一種聽歌的層次 大家看到楊天明都在這裡 都在陪伴林夕、潘縣梁等人 陳淑莊、杜先生、杜太都在這裡 明哥在台上特別調查語言分佈 發現很多讀廣東話的聽眾 還有粉絲來自美國、英國 我都記得很多人跟我說 從香港專誠跟團來的都有 從這麼遠的地方來 神經病的 還是多謝你們了 這個是大家 心裏都是有一種一團火 和夢想在裡面的 那麼完蘇之後 杜汶澤就在社交媒網站上合照 直撐了 另外就是 另外身在台灣的曾志豪 在捧場之後也留言說 感動晚上 在台灣聽明哥 感動在 見到香港人熟悉親切的一位朋友 可以自由歌唱 感動在 有一刻以為自己回到香港 全場萬會立體廣東話包圍 感動在 見到明哥動情 唱下一站天國時 他哭了 或者這首歌 十幾年前是一種想像 十幾年後變了很多人的經歷 那麼 希望大家1月7日繼續支持 高雄邊奏邊唱 高雄的Warehouse 還有小樣門票 可以網上出售 歌單 可以讀一次給大家聽 有很多人 最聽歌的 都可以了解一下 順序說一下 做一場吸世界看的戲 萬福瑪利亞 跨啦啦 春光炸蝕 這就是快歌 下落不明 美麗在心頭 親愛的瑪嘉莉 給我一段人愛路 即彭琳的歌曲翻唱 那規 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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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 下一站天國 船鍋 賣巧克力 拿命母 金粉世家 下流 邊走邊唱 一個人在途上 今天世上所有地方 潘遠良幫他填詞的 自由之下 這個很好的 I'm calling you Lord Jesus Christ 他們兩個一起fusion 另外 N哥的部分有住 住在哪個地方的住 居住的住 是有種日 光天化日 和下世紀再氣氣的 那我想這些歌呢 是生物人生 當然他的歌絕對沒有那麼少 有十個救火的少年 今天應該很高興 很多很多歌 但是沒辦法全部奉上給大家 當然每一場演唱會 都不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 他不是一個思想家 如果你要用sinker的感觸 來要求他的話 覺得不是很公平 如果他是一個一個 藝術表演工作者 或者是一個 singer 一個歌手來講 他是相當合格的 不知道合格是優秀的 OK 我希望大家能夠有這樣的精神 看他的演出 就是不要在雞蛋裡面挑骨頭 這個沒有必要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他的一些作品 能令到他的光芒 繼續能夠綻放出來 時間差不多 好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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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